被告黃毓龍及馬來西亞籍的華裔人士劉樂宏 兩人按發事均為國泰基組人員 兩人被控共三項 沒有《遵照衛生主任》所指明的條件罪 案件經審訊後 今日在東區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 裁判官下令將兩名被告還押至12月1日判刑 期間索取背景報告 兩名被告分別於2021年12月24日及25日 由美國紐約及芝加哥結束工作抵港 並擱置抵港後 獲得衛生署人員發出醫學監測通知書 規定疑人於皇后21日內須遵守醫學監測 黃毓龍於抵港後 翌日乘坐地鐵和巴士 由西環前往屯門嘉月半島 探訪江抵港數小時的次被告劉樂宏 而同日劉樂宏又曾外出領取包裹 並於兩日後同家人及友人 都有一成望月流用線 兩名被告於12月27及28日 確診Omicron變種病毒 及後望月流爆發感染群組 警方於今年1月27日 拘捕兩名被告 由西環前往屯門 miał 顧尾常 請問 峰前往屯門 定命